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是罗马珠宝 这是一款以罗马为背景打造的三销游戏 在游戏中我们需要帮助罗马大帝来挫败反派的阴谋 并重新建起自己的罗马城 游戏中的关卡将会通过消除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可以挑战关卡中不同的任务 只有满足了关卡任务 要求才能算是挑战成功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在操作上和以前我们玩的三销游戏是非常相似 只要点击相同的物品进行连接 就可以进行消除 消除的个数越多 我们得到的分数也就越多 这款游戏有一个很大的故事场景 就是需要建造罗马城 建造这个城池需要很多的原料 包括这些个土还有一些其他物品 我们就需要在消除游戏中得分才能把它们全部集齐 所以说这款游戏在玩的时候有很大的目的性 这也增加了对游戏的可玩性 游戏有很多的物品就在我们屏幕的右侧 而且这个物品非常多呀 由于是前几关还是比较好消除的 我们这些个物品就没有用上 可能在后面的关卡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 就可以使用道具把它们轻松解决掉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消除 我们成功了完成任务 在这关还得到了一个神器 但是游戏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神器有什么作用 我们会在以后的游戏中慢慢的摸索 大家也看到了整个地图是非常的荒旧啊 可能是也经过了很多的战争 把这座罗马城给毁掉了 但是没有关系 遇到了我们 我们就要在这里重新建造起来一个新罗马城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下一关 在这一关我们需要收集红色宝石 这个数量是非常多呀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会慢慢的把它们全部收集完成 而且在收集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物品的收集 包括这个闪电 还有这个像红色宝石所打到的一个手势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消除 这些宝石也就收集完成了 剩下的部署需要我们一次免费的加分 而且分数加的也是非常多 刚刚这一关我们可不可以为这个地图 重新建造了一个城池 这款游戏的缺点就是目的性不是特别强了 包括我们在游戏之前不知道我们要建什么样的城池 不像其他的游戏 还没进行游戏之前 先告诉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物品才得去游戏 这样在游戏的时候也会增加一些乐趣 在刚刚的游戏中我们还原了一张图纸 这个图纸可以建造一个新的房子 我们看这个房子 建完后会是什么样的 但是建造房子之前还需要一些泥土 这些泥土都会隐藏在这些物品的下面 只有把上面的物品净消除 我们才得到下面这些个泥土 用它建造新的房子 根据这款游戏的玩法 还有它这个游戏界面 推荐指数三颗星 游戏的名字叫罗马珠宝 如果有哪些朋友感觉这款游戏还很好玩 或者说想看看我们的罗马城会建造成什么样的 就可以在屏幕的下方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继续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